BS2022-01 第3條 3A的部份是講Smart Go 有段的對話,它就講了三個部份 包括Marketing Department,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三個不同的Managers的對話 裡面有講到這間公司是做什麼的,它們是賣這個luxury的jewelries 從Smart Go 當然要先看今年訂立目標是什麼 這個跟Marketing有關的,他們的Department Go 就是在下年的時候 Expand the Custom Base of the Young Lady Sector 這個就是他們的Goal 所以大家記得 Expand the Custom Base of the Young Lady Sector 當然,講到Smart Go 我們要了解Smart Go 究竟Smart Go 分別代什麼 看回他們 今次就是 剛才Marketing Manager 想去說 有什麼 一個角色 根本就只問一個 一個角色 就是他沒有看到 在設定的Goal 剛才他們的Goal 就是 Expand the Custom Base of the Young Lady Sector OK 所以 當然 中間有些東西 其實它是 可能這裡 我寫一寫一個Goal 給大家看 好了 你看到這個Goal 寫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說 Smart Go 當然有不同的部分 包括這個 Specific Measurable Smart Go Smart Go 通常我們說 Attainable 或者Realistic Realistic 就有Arm Gag 所以最後只剩下一個 Time Bow OK 那麼 那麼 它 包括了這四個 就沒有看到 比如 Specific Specific 記得它其實 正在提及到 那個位置 其實它正在提及到 Yang Lady 它有沒有一個 清楚的界定 即是它究竟 想問的話 就是它有沒有說到 Defination 起碼 例子 例如 例如 會不會 Yang Lady 其實 會不會 是說 他們的 age 是多少 那麼 它有沒有很清晰 這麼說 沒有 而 重點就是 這句 她的說話 不是要用量化去解釋 具體 就是說 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它不特別 因為它沒有提及那個年輕人的市場應該要增加多少% 這個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不是使用的 但測試率呢 其實它是說究竟那個顯著 顯著 即是他剛才所說的 究竟 究竟 能否量化 或者顯著 不能量度 或者什麼叫 實際性性性呢 就是說 原來你講實際性性 其實你有一個定義 或者是說的 增加多少 這個你講得很清晰的話 可以量度到的 這就是增加戶數量的 又要增加多少 或者數量的 如果你有講到 這樣就代表性能力的 但沒有什麼 而獲得也一樣 或是 這個獲得是比較難來的 它的解釋是 原來它為何難以採取 例如因為那些年輕人的購入力量低 所以可能很難去採取這個基礎 當然這個是作用的 時間盤 我覺得相對於這麼多當中四個 這個是比較容易寫的 因為它真的沒有寫到時間 它沒有說到 用多久去完成這個目標 沒有達成的期限 簡而言之 即是你的結尾是何時要完成的 你有沒有結尾的結尾 所以你會看到全部解釋的時候 第一 你要跟個案件有關 是否在購入優惠 譬如第二 寸錯上面的這些不同的字眼 采放 比如說 什麼時間盤 沒有指出 只是給他解釋 沒有指出 特徵就是沒有分 所以看考生,例如他會看到有寫specific的 但他在寫的definition,他就說,什麼是specific 他說,沒有stay的percentage of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young 其實他在用的解釋其實是不對的 這個解釋其實不是放在specific上 而這個解釋應該是放在measurable上 所以同學就要小心,解釋應該是屬於哪一個 這個是一個measurable的relevant的解釋 其實這裏就說,relaboration was related to measurable 那,這裡下面中文的解釋 他說,哦,measurable,那怎樣呢? 他就說,有沒有那個擴大年輕女士的數量 數量,quantify,是不是? 幾多,ok? 那個numbers是幾多 那這個就是... 那個... 情況 是一個,對方的解釋 很有可能 是一個更多的解釋